接下來這個單元跟大家提到 食品生劇與理想氣體公式 食品生劇領域其實常用到氮氣跟二氧化碳 因此阿元出考題盡量符合實況 下面的題目請以理想氣體方程式進行計算 這邊公式PV.2RT 這個已經給大家了 液態雷泰形化碳 消費LN2 部分食品農產品都會進行快速降溫的時候會用到 像我在美國有一次聖誕節的時候 一個很有名的教授叫 Dr Terry Akery 他說如何讓鮮奶 一瞬間 ticket 變成冰淇淋 變成奶膝 他就請助理 Edloven也是我一個好同事 他就搭這液態氮倒出來 倒出來之後就 就變成奶昔了 所以那是這個 那這個是一般工業用 常看到的氮氣桶 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是一般生化實驗室 大概這是10公升的氮氣桶 長這樣子 氮氣倒出來瞬間會看起來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東西 就有玩過就有機會 就會知道這些事情 好來開始第一題 假設阿元有能力 金秤42公克的液態氮 事實上不可能 因為這個 這不可能 零下將近200度的東西 不可能金秤 你怎麼秤都會 都會 只是說題目 如果把這42克的液態氮 放到可自由伸縮的容器 讓容器只有這42克的氮氣 升溫到27度 升溫穩定之後 內外皆是一大氣壓 好 請寫出計算工程 第一小題 請問42克的液態氮有多少墨爾 好來 那這邊我們前面有提到說 N2 分子量是多少 28 為什麼28呢 N2是14加14 前面我已經提示過了 前面我的地方提示過 好 那接下來問你 42克 是多少呢 我們說墨爾數 墨爾等於重量 除以分子量 這個M這時候是分子量的 就不是我們的墨爾濃度 就等於 42 除以28 你仔細看 這邊是可以 除以14 除以14變成2 對不起 除以14變2 除以14變3 3 2分之3 就等於1.5 所以題目是我設計的 來 好 所以第一題 1.5 好 因為這是錄影檔 所以你發現有問題 馬上按下暫停 如果是現實生活 我不能停下來 好 再來 27度C 等於幾K 來 這裡有提示了 這裡有提示 好 27度 300K 好 搞定 好 這時候呢 請問容器內的體積是多少 來帶入我們的PV equalsNRT 好 一大氣壓 一大氣壓 乘上體積不知道 會等於墨爾數是多少 墨爾數在這裡哦 1.5 R呢 0.082 不用背 我有給你了 在樓上了 我給你了 0.082在這裡哦 好 然後呢 溫度 用絕對溫度 好 這邊我就不細細的那個 這邊算出來的話 會得到是 36.9公升 好 這樣子 OK 來再一題 好 2021年3月發生違法氮氣打入寶寶米餅的事件 同年食藥署將食品用的氮氣列為食品天下進行管理 好 於2023年1月1號生效 現在已經2024年1月了 基本上我們的氮氣呢 有專門的氮氣製造機 所以這次不討論 這次討論的就是 我們使用鋼瓶來討論 鋼瓶來討論哦 好 那下列是鋼瓶常見規格之一 其中一種是40公升 它承載了6立方公尺的氣體 所以 40 6立方公尺 我告訴各位你 你即使你烤一次就烤上營養師 烤一次就烤上食品技師 你絕對不會遇到常見的像圖片的這個 這個我們實現是有一支空的二氧化碳 你絕對不會遇到這種題目 然後你也不用被40公升6立方公尺 但是呢 如果你到了現場 尤其有用到這種鋼瓶的 你這個基本概念都沒有的話 你會被笑 OK嗎 所以阿源 我盡量把我懂的 我不敢講我懂得夠多 我盡量把我懂得把它變成烤題給大家 以後你們出去的時候就會知道 好 在一大氣壓之下 將氮氣打入40毫升 更正40公升的鋼瓶空瓶 好 那假設鋼瓶只有這個東西 沒有其他的東西 然後呢 鋼瓶裡面的壓力是多少 好 這邊應該寫一個 假設沒有洩漏 鋼瓶只含這打進去的氮氣 好 提示 寫出過程 質量固定 溫度固定 可以使用N1 P 對不起 P1V1等於P2V2 OK 好 來 那我們直接用這個公式 我們說 壓力1乘上體積 壓力2乘上體積 好 來 這邊的話 這邊有魔鬼 來 6立方公尺 等於幾公升 1立方公尺等於1000公升 6立方公尺等於6000公升 OK 好 來 開始 一大氣壓之下6立方公尺 也就是他的P1V1等於P2V2 一大氣壓乘上6000公升 會等於後來的壓力P2乘上40公升 好 這樣子不難 這樣子不難 好 那也接下來就是運算問題了 運算問題也就是說P2 等於6123 幹掉 幹掉 這個英文叫做Cancel Cancel the zeros 我還真的不知道 因為下學期要用英文教統計學 所以我現在在看YouTube學英文 這些英文真的很難 數學不難 數學不難 不然怎麼考台大對不對 這些數學不難 但是呢 這邊英文我們沒學過 那OK 就叫做Cancel OK 就把他叫做對消 所以消掉 好 那這邊算出來 就是等於150 跟他單位一樣 ATM ATM 好 好 所以這題答案就這個囉 但事實上就我懂的範圍 那一瞬間你把6立方公尺打進去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會放熱 他會放熱 OK 他會放熱的時候呢 那所以這個東西就會很複雜 放熱他溫度升高 他壓力就會升高 那所以我說 假設他溫度固定 假設溫度不變的時候呢 才能算得出來 不然他溫度升高 就會不容易 不容易 好 再來 這最後兩題了 好來 素食電常見的汽水 其二氧化彈鋼品 常見規格是5公升 7公升 10公升 對應到 對應到 0.71跟1.5立方公尺的體積 空瓶重分別是8、12、15公斤 好 一般素食業者與灌氣業者想知道剩下多少二氧化碳 除了看壓力表之外呢 秤重也是一個做法 好 那提示 這類補充二氧化碳的這些公司等等的 這也算是食品添加物 因此需要依法規進行管理 好 再補充一件事情 政府規定2010年6月開始 瓦斯桶要秤重 也就是說 那些攤販不需要把瓦斯打翻 打成水平的 讓它滴出最後一滴 不用 因為它抽多少回去 它必須把原來你含有的瓦斯扣掉 所以 這是相同的道理 這是相同的道理 好來 阿園漢堡店 裡面有一個二氧化碳鋼瓶 容量7公升 空重12公斤 裡面充氧二氧化碳時 總重16公斤 好 經過秤重剩下的重量是12.440公斤 請問 1.內部還有多少瓦爾的二氧化碳 2.假設二氧化碳排出到另外一個可自由伸縮的歪容器 在零度C一大氣壓之下 請問歪容器的體積是多少 提示 要扣掉本體鋼瓶7公升 那是擠不出來的 好 那RD值我已經算給你 22.4 有沒有發現這個字很熟 對不對 好 來 我們先來看第一題 請問有多少瓦爾的二氧化碳 我們說二氧化碳分子量就等於44 這個要倍 如果忘記的話 它就是碳12加氧16有兩顆 所以等於44 44的意思就是說 每公克 每末爾有這麼多功克 好 那請問 我們說摔角選手一個可能體重就是120公斤 他是一個人 大飛機買一張票 阿元體重可能比他輕很多 阿元買飛機也是買一張票 好 有一個 我們像我們一些女生 可能身材嬌小 然後身材嬌小 可能一個人就只有40、50公斤左右 那他也是買一張票 這就是摩爾素不一樣 摩爾素他本質 摩爾素一樣 但是他體重不一樣 好 這時候我們就說空重12公斤 重量12.440 重量12.440 兩個相減會得到440克 好 那我們說摩爾素 等於重量除以分子量 440克 除上44 等於10摩爾 OK 所以內含多少摩爾的二氧化碳 10摩爾 好 或者加S 好 來 那請問這些氣體 10摩爾的氣體 假設 假設他把這種鋼瓶 你知道 這種二氧化碳鋼瓶 全部排出去 呃 7 假設中間這個好了 全部排出去 到一個體積 可以自由伸縮 沒有壓力的 請問他的容器是多少 好啦 一樣PV等於NRT 我們說壓力就是一大氣壓 EATM V體積不知道 V就是我們要算的嘛 就是要算體積 乘上摩爾素N10 乘上RT值 RT值可以用22.4 好 也就是這時候呢 他的體積是多少 很快算出來了 V 等於224公升 好 那事實上 他是什麼意思 他是 一個瓶子 抱歉瓶子沒有畫 打出來 到一個可自由伸縮的 總體積 7公升體積 加Y的體積 等於224 但是呢 因為總體積 7公升擠不出去 那是鋼瓶啊 不是擠牙膏啊 牙膏是軟的 對不對 你可以把他用擠的擠出去 抱歉 他不是牙膏 他是鋼瓶 因此呢 224要減掉7 7等於217公升 就是這個容器的體積 好 為什麼我會考這一題呢 因為很簡單 這個未來你們在士兵場做換算的時候 就會知道說 那7公升擠不出來的哦 好 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 我在上職安課程的時候呢 就老師講了這個故事哦 那就講得很好笑 就知道說 那7公升擠在裡面的 是擠不出來的 好 OK 好 那在這邊講解完畢